强裁我们的参观物理的保护神啊 千万不要做替死鬼 千万不要替土白分子 除非你是那个是一伙的 我们很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是无奈 才被禁离乡 来到了这里 你知道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房子被你们强拆了 千万 政府强拆的 什么政府啊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也是贵中央管的 没有上面的指示 我想下面也不敢乱来 不管下面是不是利用了共产党的招牌 干净了坏事 这我们不知道 这是你们党内 你们政府的事啊 所以恳请你赶紧向社会部汇报 叫他们派人来 调查我们的案情 所以我们有重大的反腐线数要提供 希望你不要贪污了 你贪污了 你贪污了 你不会报 那你就会跑跳 反正我们的耐心 是有限的 我们也是不好的 把我们的官员 做过算是严重 好 新凡 出来啦 解决问题喽 謝 先宝 民主不是挂在嘴上的 民主是要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这是你说的吧 出来吧 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找你来了 天天给你家门口 小方 大使馆是海外华人的华侨的家 这也是你说的吧 就按你推那里留个言 你就给我屏蔽了 至于吗 小家子去了 这么大官 怎么上去的 对啊 怎么上去的 什么小家子去 大国疯犯 怎么那么小家子去呢 出来 那个接我们的塑状 跟社会安全 给我社会什么布 社会布 哦 社会什么布 说一下 我们都是 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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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爱这些贪官污烈啊 把这个北京市丰台区南岩乡 十六庄徐远川杨德财 这些腐败官员拿下 都是大肥仓 大肥仓 为什么不拿下呢 你们就是他们的保护伞 你们保护这个地方的腐败官员 要不 中国 好像是有法律的吧 我记得秦刚拿了一本中国的一个什么宪法的书啊 有法律吧 私人财产不得侵犯 你们把我们的私人财产 私人房屋全部掠夺 要脸不要脸 还我财产 还我家园 先锋 出来啦 难道北京市丰台区南岩乡十六庄 是法卫之地吗 十几年了 他们这些腐败官员 还坐威风服的坐在那里 享受着 领头我们的财产 中国没有法律吧 叫社会部来调查 把县法拿出来 把县法拿出来 对照一下 把县法拿出来 到底是谁做的过分啊 看看 这个 人民的个人私有财产 是不是上面写着不得侵犯 你们就能把铁头挑战压迫 打压我们两个玩笑 走在路上就能被你们随便打 就能把你们随便抓 但独裁的政府也没有那么干的吧 如果是人 还有点良心 还说什么民主不是挂在嘴上的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这么一点人事都算不了吗 咸丰 来你起车 起车 出来了 这一步一步都是你们把我们逼到那儿的 这个九月份谁 韩赵过来啊 是不是要我们找韩赵的聊聊啊 你要是不出来啊 不接二次 不解决问题 我们就找韩赵啊 他也会去的 到时候就没他份儿了 他就赔偿了 还有韩主席 十一月份来吧 不管是谁来啊 我们找他聊啊 说明你根本就不做什么事啊 不做为 就好到你这儿了 你自己去庆祝啊 你庆祝就吓死你 对啊 他也抓出来不如庆祝的 小心你还不如庆祝的后果啊 做点人事 那个 积点德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点德 好了